大家好 欢迎回到眸向编辑部的法庭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散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继续回来跟进一下黑衣户煽动之王余慧明 他在法庭上如何狡辩对着47人初选案这件事 但是这些人不肯认之余还要去礼环节曲打倒昨日的我 即是他们的竞选口号 说的东西 写的东西 原来可能表面上是这一句 原来但是隐藏了后面有十句 一百句 那你说咦 那你不说的 是啊 等他被人告的时候 去到法庭的时候才说 如果这样的话 你等于就跟你说 这个酒店自助餐就一百元任食 当你进来 吃完之后就跟你说原来有额外的条款 那走水就收一千 不是加一就加十 这样行不行呢 你是完全没有写过出来 没有列过出来的 那你跟着就自己浅建这些下去 狡辩 某程度上我觉得还比那些督灰狗 那些赵嘉然 或者其他那些欧乐軒 为了自保在那里胡亂说 背弃了你自己的什么理念 我觉得是很恶劣和很贱的 最惨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同路人 现在就假扮看不到 其实我想都多 看到他们这样说 是挺失望的 我之前也提过的 但是有一部分都会帮他们 想一些藉口来开脱 就是为了不想接受到这个暴政 就要他们坐牢 可能叫快点出来的话 或者甚至乎不用坐 因为现在还压着 起码都叫做好一点 拿回自由 或者自己的决定权等等 就是很多这些说话 但是你看到这些人说这些恶劣的东西 真的令人相当之 我觉得好笑的 其实你还相信多少 这些叫做国际线 或者去了海外的黄友 可以叫做帮你们争取到什么呢 就是当这些人一面对着刑责的时候 全部都沾水 都不敢认的 还要去把之前说到这么凶狠的东西 完全推倒推翻 我们看到最新在法庭上 官都忍不住 要吐这个余慧明 因为发觉他说的东西是矛盾的 甚至乎有些人推卸责任 挺搞笑的 他说自己初选的提名表格 由他的助手帮他填 他填完之后 就画借龟 就交了他就算了 说那时候 他因为工作和竞选阶段 就很忙 忙到没什么看 也说自己没什么看 表格里面的东西 所以就创中签了见证人的部分 收到这件案的文件夹的时候 才发觉自己有错 因为在表格的声明的第二点 是会写着的 我确认支持和认同 由戴耀廷和欧乐坚主导的协谈会议的共识 包括了民主派35家公民投票计划 和他们的目的 理论上你参加得初选的话 即时你就踏上戴耀廷这个 《揽炒十步曲》的这条选 你现在又说自己不是 我都没看清楚 我就这样签个名就算了 所以就连那个格子也签错了 他说当时没有留意到这个细项 你签得名的话 就代表你是同意的 你没理由回头 他说对于35家的目标的理解 就是民主派争取到议会的过半 即是对于那些什么 《揽炒十步》 什么迫政府那些 他又说到自己 好像不太清楚 原来戴耀廷要做什么 这些就叫做割席 还有就叫做撇清关系 不如你说自己想割席就割席 这些是摆明割席的 但是他们这班口说 核爆都不会割的黑暴 其实你们给这些余慧明 已经是违反了你的理念 又说了什么共识这一句 他说因为卫生服务界 没有召开什么协调会议 以为那不关我事 所以他认为地区直选的表格 这都合用 大无知 去到精彩了 至于提名表格 就夹了那个政纲 就是他自己 余大小姐你所写的 记住这个你写的 他就说这个表格就要 所以就印这个政纲 给他就没有派给公众的 那个政纲里面有一句 他就承诺 我若当选 定必承诺 行使 反对权利 反对一切议案 你自己说的 反对一切议案 直到 香港政府 全面回应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不过很搞笑 他连指的政纲都写错了 他开始写到 五大缺求 缺一不可 挺有趣的 即使 从他这句的逻辑是什么呢 政府回应了 五大诉求之前 他都会行使 他的反对权 去反对一切议案 即是无差别 但是他又说不认了 他说 只不过是想展示他的决心 但是你说 是不是有得去谈判呢 他说会是有的 原来有得退的 他都说 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双普选 其他诉求 可以透过政府去实行 法官都忍不住了 就质疑他 他说你在访问那里提过的 政府投入任何的议案 我们都要作出反对 嘟嘟嘟嘟嘟嘟嘟 他们一定要回应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而不是回应一两个诉求 咦 你自己写的 即使这些人 写了相当之多的东西 说了相当之多的东西 全部 就应验了 现在去到法庭的时候 怎样逐样逐样去拆弹 他就说 就并非 实行双普选之后 就会停止 争取 其他诉求 他要确保 那个民选政府 都要做第二第三第四个诉求 那就是 五大诉求 就决一不可 意思就是 你首先就双普选 有了一个他们选出来的行政长官 然后就再完成了 二三四五 那就可以了 这样也行吗 你别无賴一些 那代表他的大撞 让他辩解一下 然后问他 如果你当选之后 就着议案投票的时候 会不会咨询你的 界别的选民 那他说会 他解释了 他说不是所有议案都会咨询的 正如这个政纲所说 他已经会行使他的反对权利 反对一切的议案 那就举个例 除非政府 开始回应五大诉求 到时 他会再去咨询一下那些人 究竟是不是要缺一不可 那很搞笑 你说会反对一切议案 那他的隐藏的 要说的是什么呢 那他说 但是不代表 我不看内容就会反对的 那你什么 就是不会反对一切 你要看一看 现在我说要看了 他仍然会研究一下 政府的政策有什么的漏弊 例如抗疫期间 他一直也有做政策 作出一些批评 给一些建议 再问他几问 他的意思就是 他预设了立场 是会投反对票的 除非 然后再放一句 那个议案 是令他找到一些 不能够反对的原因 所以 总之你给什么议案 我想着的时候 是会反对的 不过 如果说服得到我 余慧明 阿姐的 我都会想想 投回你赞成票 这样也可以 你也很厉害 真是专贵的立法会员 怪不得那些人 每个人都这么想去做立法会 你想想 哇 还要政府方面 要听你们在那里 还要向你们解释 就是希望 要回你们的 宝贵的一票 我想问一下 如果这样的立法会的话 请问 是不是又有什么 什么暴政呢 如果暴政的话 那还需要跟你说这么多呢 还会不会让你进入立法会呢 那当然 现在他们都进不了 因为只不过初选这件事 你们牵涉到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你们在国安法之后 你们仍然要这样做的话 官也有吹爆他 挺好笑的 那我们先数下落物无悔 然后再顺着再说 他是有签到落物无悔的 你签完都敢说 自己不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就是串谋了这帮无悔的人 你现在就后悔 那何解呢 他说当时很晚才看到这件事 那他的竞选团队的成员 就在WhatsApp群里说 就说声明在网上流传 他看完之后 他就着眼两点 之后就跟他的团队讨论过 我签了 还说 那一天就回复给大家 还很厉害 给选民看看我有这个意志 那他说 呃 整个落物无悔里面 其实我只是同意两点而已 他说他 认同五大诉求缺一笔行 我会运用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的权力 爆割否决财政预算案 辟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 撤消所有抗争者的控裁 令到相关人士为警报问责 重启政改达致双普选 第二点最好笑 应同 若果支持度跌出预计许可 得到议席范围 需要表明停止选举工程 这句就等同 妈妈是女人一样 即使赞成五大诉求 逼特首 你用逼字的话 老实说 你只是和这班人一起 想去这样 无差别的反对 还要这样去扭 还搞笑 他觉得自己是抗争派 他说我签得这份东西就是抗争派 他说他认为自己的意志真的很坚定 和一般的泛民就有分别 那你就真格 老实说 民主派 尤其是泛民传统老鬼 给我们的感觉相当之缩骨 老谋心算 或者是懂得推葬 大家看看 你们抗争派 你、周嘉诚 这些乞业 去到法庭 明明签得落物无悔 搞得落物无悔的人 还要去不承认 甚至乎周嘉诚还要赖给 第二个写这个出来 这么贱格 如果是的话 同撈同煲 一齐就摁了他 齐齐落祸 这些人渣垃祸 就是这样的 接着说说说 李冠 审视过他的内容 和反对一切议案的问题 就是有很明显的矛盾 余慧明看来 是有反对议案的决心 只不过是继续尋找一些反对的理由 他说 除非政府有一些政策 有些措施 令他回心转意 不然 就会继续反对议案 去到国安法的问题 在同年7月 即是国安法实施之后 余慧明还在社交媒体 出了个帖 就说 在恶法压境下 已经和政权没有滑船的余地 你说得这么夸张 那是不是就是 你之前所说 去到议会 如果和政府有谈判的可能性 只不过他摆出个高姿态 也希望政府放下身脱 但你自己的帖文不是这么写的 没有滑船的余地 厉害得如此 没什么好跟我说 因为有港区国安法 不用再说 总之是要跟你捏过 你说得这么厉害 原来是谈判 官当然不相信你 他怎样解释 他说 字眼上写得比较夸张 即使国安法生效 他也不会恐惧和让步 他说谈判很模糊 所以觉得国安法就是恶法 大佬 阿姐 你没看清楚国安法是什么 你就说叫做模糊 其实香港的法例 真的写得非常清晰 和非常详细 我猛骂国安法是恶法的时候 李官也不信 直接骂他 没有人要求你喜欢国安法 但你违反国安法就是另一回事 简单来说 法庭的译法就是 就算你不喜欢也好 都不可以触犯这个法例 对不对 然后再说 因为国安法没有经过本地咨询立法 很多香港人都不赞成国安法实施 但政府没有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中央 李官听完都说 每日报章上都有不支持国安法的意见 老实说 你如果只留意一些不满意国安法反对立法的黄媒 你自然觉得他是恶法的 但如果你平衡点 细心点 看看国安法里面的东西 一般人是不会犯得到的 只不过是他们说到 绘形绘星的随便都会抓人 所以煽动到有一帮人 他们会对于国安法的恐惧 觉得很有问题 会不会香港随便抓你 即是说了一些不适合特区政府 满意的东西 他们觉得不开心 总之说你犯了国安法 就会抓你 我还记得陶杰在港区国安法 正式立法之前那天 还在写了一篇 很多人说今天就是香港最后的一天 之后那天就开始没有自由 就在这个恶法压境之后 只压到一般的市民没什么好说 其实也不会的 是吧 不可能的事 所以大家看到 之后的大家的生活 是不是就这样过 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香港也还有不少的那些黄友 仍然都还在 那他们没有说被人抓了 200万人大游行那些 有没有多少多少被人抓 他们又据你们所说 拿了所有资料 又要对他们安心出行 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 又有什么健康码 又有什么不是码 很多不同的东西 甚至乎现在那些人都不怕 自己回到内地 如果这么没有自由 香港也有这么多东西 不能说的话 你回到内地的话 还得了吗 立刻抓你 一去到内地的境 例如深圳湾口岸 就即时被人抓了 这样才是 是不是 有没有这些 没有 绝对没有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甚至是黄友 去到大湾区 开心分享 一起分享 自己有些什么 吃喝玩乐 有些什么 一日游 有些什么心得 有没有搞错 你们这些事情 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这些图结 那时候 几年前 还说到这么夸张 所以你看到 是很可笑的 这些人 好了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 再来看看 余慧明还有什么解释 因为我们看到 真的做了准备 把他所有的访问 专访 或者他说的 Facebook 不是你关掉就可以了 已经有了记录 他逐件逐件来问你 你只要有一部分 答不了 答得坏的话 你已经死定了 我看你这么多个地雷 你走两步就拆一个地雷 走两步就拆一个地雷 我看你拆了多少个 但记住 现在拆了 未知棺材怎么看 还有怎么判 不过看的小 都爆硬了 准备买好棺材 好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